各位議員 陳正東 蔡淑慧 李美燕 周家瑋 楊中成 王家蓁 王定吳等 還有各位的秘書 還有民政局 吳副局長 還有許志川的秘書 還有曾志簡的秘書 還有各位好朋友 那其實台南市大概有九萬多位 身心障礙者 那其實他們很多人 其實他們都非常努力 那不管在他們的生活上 以及他們在事業上 都有非常接觸的表現 那有些照顧身心障礙者的同仁 更需要特別特別的耐心 因為這個工作非常的需要很專注的幫忙 我記得曾有一個小故事 就是說在北部曾經有一個 後來台南市也有一位 就是說他是玻璃娃娃 那就是他平常上課的教室在樓上 那同學就有愛心的同學 還幫忙他上下學的時候 幫忙背著他上樓梯 那有一次可能因為下雨或是地面潮濕 剛好背著他 然後這個不小心甩倒滑倒 造成了傷害 那結果 家屬當然就會提起訴訟 那這事情也變成了全國的新聞 大家都非常關注 那同學會覺得說 我是免義務來幫忙你 我會不幫你的 那現在不小心跌倒 也不是我願意跌倒的 那結果可是 後來這個事情 經過社會廣泛的討論 法院的訴訟 那我想 當然 我們希望說這一類的 也就是用這樣子一個例子來告訴我們 就是對於生性障礙者的照顧 需要特別的耐心 特別的細心 還有非常需要專業的幫忙 所以非常感謝我們 我們的生性障礙者的服務人員 也希望在我們台南市 可以說是志工城市 將有十萬名志工 那對於這個城市 有這麼多的志工朋友 可以讓我們城市 更整潔 更安全 更具有溫暖 那這次祝福 我們今天的頒獎典禮圓滿 各位 身心障礙者 以及照顧服務人員 各位好朋友 大家身體健康 觀世如理 謝謝各位 謝謝市長 謝謝市長